如果你喜欢她 那我愿意退出 我也愿意祝福你吗 对不起 我明白了 对不起什么 你说 说 说清楚什么事 其实 我是先跟小宇认识的 然后每次我约 小宇一起出来吃饭 小宇都带着倩倩 有一次吃饭 我们刚点完菜 小宇就说她有事先走了 其实我挺生气的那次 因为我觉得她是喜欢我的 我也喜欢她 她干嘛要这么做 那天晚上我就问倩倩 她是不是喜欢我 然后她说她喜欢我 我说那咱们俩就在一块吧 那你怎么问得出口呢 你又不喜欢人家 干嘛问别人喜欢自己干什么呢 我确实是想知道一下 如果我跟你好 小宇她会不会做什么表现 她是不是真的喜欢我 我觉得拿一个女生的感情 这样去戏弄实在太过分了 关键还是她的好朋友吗 对啊 而且你拿一个女孩当备胎 已经够可恨了 更可恨的是拿这女孩当试纸 我觉得年轻人就这样游戏感情吗 你不觉得这样很自私很残酷吗 其实她不仅仅是试纸 因为她也说了 她也很好 她想享受其人之福啊 所以我要说 天下的父母 真要好好把自己的孩子教育好 把自己的孩子教育 有情有义 做人要负点责任 知道什么是礼仪廉耻 话说的虽然重 但用在你身上一点都不重 今天要是不把这事给说重了 你根本不知道你做的这个事 到底有多难看